两周前刚接受吉姆这个庞大的烤肉商业帝国之前 我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我的作息呢和这个上班的节奏完全不合 我都是半夜睡觉中午起来 这上班呢就得朝就晚午 结果现在发现我担心完全多余了 根本睡不着 我这梦里也在工作 处理到比较纠结的时候呢我就醒了 像今早就是六点过就醒了 挣扎了半天算了算了睡不着 还是出来吃点东西吧先 早上又肥肠粉慢 又又又有心里面走 呀对 来吃个垂涎已久 但一直没有吃过的肥肠粉 但点完肥肠粉得得了一个坏消息 虽然没有过亏 只能干吃肥肠粉了 味道还是调的蛮好的 不对啊说辣油少了该 其实我这六点过接近七点醒过来呢 也不会困 因为我最近都是十二点过就睡觉了 最近就习惯了 我的时差倒得挺快的 回忠 这两块钱一个的节套 有点瘦 没有锅盔太可惜了 我就喜欢把锅盔泡进去吃 最近几天视频拍视频比较多嘛 昨天有朋友给我提意见了 说你光是去视频 这厚厨的管理都没抓好 那最后还是白搭 这个确实有道理呀 当然 我一天的工作也不可能都是视频 只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嘛 拍视频那个环节最合适 而且现在我们公司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在门店上那点 这会去抓后厨有点太细了 公司真正的问题是在钱呐人呐这些方面 以至于外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 我得起床闹你一想啊 所以都得一步一步的理 但这个阶段呢 有很多东西不方便拍出来 所以我讲嘛 等到全来落定之后 可能会做一系列的故事 或者一系列的笑话给大家讲 好 那么1月16号蜡蜡是不是又过生日了朋友们 祝你们生日快乐 不管再忙再累都要快乐 就算叫睡不好 也要坦然面对 幸好我这样年纪大了 没啥瞌睡 我已经睡个6个多小时的宝宝了 这味儿缩得挺顺滑的柔和 今天是周一啊 一周里面事儿最多的一天 主要今天是周会是吗 所以我叫水过去一劫了 这上班我都不打算开车了 坐地铁过去 这路上就正好可以把这素材剪出来 免得下午没空 尝一口就汤了 下次来吃我顺路买点包子 没空可以泡个包子也行啊 我是喜欢把它面上芹菜啊香菜啊 葱这都给捞完了 可有味儿 好了 那里面见 嘿我们天天见